大家好 我是Amber 来自柔佛新山 JB Austin Sparkling Center 目前是爱多美的销售大师 上个月 谢谢 上个月的成功学院也是既MCO 又可以在现场写生涯规划了 那这一次很幸运公司选中了我 让我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涯规划 谢谢爱多美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是关于我的健康 那大家看看我的身心 就知道我是属于过重又过胖 那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 就和伙伴们一起做了一个减肥计划 当时呢 每天早上 起来我们都会喝这个车前纸膳食纤维 然后运动40分钟以上 再吃我们的这个早餐 就是SIM Body Shake作为代餐 那午餐呢 那午餐呢就是喝这个211餐盘 那211呢就是所谓的Suku Suku Separo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 再配合普洱茶去去止消油 在下午茶的时候 我会补充维他命C和益神菌 那晚上呢也是用SIM Body Shake来代替我的晚餐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9月份成功瘦下8.5公斤 我不敢想象我在3000人的地方秀这张照片 但是哦 也是因为政府逐渐的开放 我的秘食活动呢 也跟着开放了 所以呢 现在也回到了之前的体重 所以呢 想借着这次上台的机会 我要借现场3000人的正能量 下定决心 我要在今年6月收下10公斤 目标是60公斤 请大家监督我 第二个想要分享的是事业 我本身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在2021年我被裁员了 常说上天关了你扇门 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虽然我被关了这扇门 可是因为有爱多美 我的2021年 过得非常满意 因为我终于实现了我的减肥计划 同时也在10月份成功晋级销售大师 但是 不好意思 我这人生这两年很多转折点 在2022年年头 因为外婆中风卧床 所以就暂时去帮忙照顾外婆 没有想到一照顾就是9个月 也因为专心照顾外婆 所以就忽略了爱多美事业 庆幸的是现在已经请到了女佣 来帮忙照顾91岁的外婆 所以现在可以完全回来爱多美了 感恩爱多美大爱的制度 感恩上线门的不离不弃 我们2023年一起重战旗鼓 我今年的目标是帮助四位伙伴合格销售大师 并在12月晋级钻石大师 爱多美是一家能让消费者也可以成功的公司 我要把这个机会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 看懂爱多美 让他们可以通过爱多美改变生活 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今年呢 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拿到那只ASM的小天鹅 因为ASM也代表了稳定的收入 我觉得 成为ASM才是真正的稳定 帮助伙伴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我会努力继续分享爱多美给身边更多的人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Amber销售大师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爱多美的钻石大师 婉婷 也可以叫我可乐兵妈咪 我也是 Atomi Lian Lian Moment Center的中心掌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站在这个大舞台和大家分享 我来自一个小康之家 婚前在家里有家人的爱护 那婚后呢 我很幸运的 有一个很爱我 很宠我 让我依赖的老公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知足了 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所以当初要写小蓝书时 真的很难 我一直跟我上线说 我是没有梦想的人 我是没有梦想的人 可是慢慢的我发现 我发现原来我不是没有梦想 而是因为生活中的种种 让我不敢去梦 所以在今天这个充满爱的季节里 我要站在这里勇敢的跟大家分享 我生涯规划里面的两个目标 那第一个目标呢 就是孝顺的部分 那就是完成我爸爸的自驾游行愿 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旅行 很爱吃喝玩乐的人 所以我很喜欢带着一家人出门的感觉 我常常安排不同的行程 带着家人出门 可是有一个人始终都不愿意跟我出门 那就是我爸爸 因为他总觉得出一次门需要花很多的钱 他很担心我们钱不够用 所以每一次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去叫他 他都不愿意出门 那唯一一次成功说服我爸爸 跟我们一起出门还是几年前 那爸爸呢他因为不忍心拒绝孙子们的要求 他就勉强答应给我们出去 就在那时候我们一家十三口 用了六天五夜 我们去了东海岸自驾游 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就发现 原来旅行是那么爽的 所以他就和孙子们约好说 以后还要一起去自驾游 可是这一切就在我放弃工作 回家趟全职妈妈过后就变得很难了 因为家里的经济收入变少了 然后再加上物价上涨 那让这一切更难 因为开销真的很大 那就在不久前 我爸爸突然间开窍了 他决定跟朋友出国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 可是因为他身体的一些突发状况 他被迫住院 所以这个旅行也取消了 这个时候 我爸爸他有感而发 他说 他自己已经七十岁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的日子 可以跟着孩子 可以跟着孙子一起出门 这让我更加坚定的 我自己一定要赶快完成爸爸的梦想 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这个目标 我要在2024年5月的时候 带上我的爸爸妈妈 还我家人 一起去完成一个六天五夜的自驾游 那我预计呢 我们需要花费大概一万块 那再来呢 我的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自我提升啦 我曾经是一名职业女性 那跟很多人一样 结婚后 因为有了小孩 我就成了一位 professional的家庭主妇 在外人的眼中 全职妈妈其实是很空闲的 因为他们觉得 你只要把小孩顾好而已 可是当我自己开始顾小孩后 我发现 其实妈妈真的需要拥有十八般武艺 你才能够胜任妈妈这个角色 所以自然而然的 我把生活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那我和老公的话题呢 也离不开柴米油盐 还有小孩 所以我常常都以孩子 忙孩子为由 我没有时间去打扮 没有时间去精修自己 更加没有时间去所谓的交朋友 就这样我把自己活成了 名副其实的黄脸婆 我一直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直到有一次 我的孩子指着我和老公的结婚照 问我说 你确定照片里面 那个跟爸爸结婚的人是你 直接让我备受打击 我就觉得我需要改变了 我一定要找回当初那个 长得还不错 身材还可以的自己 所以 因为我们只有学会爱自己 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那别人也才会爱我们 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学习目标 每天花15分钟去阅读 然后看VOT 持续做着Echo 因为我相信 只有坚持做好的习惯 一天进步一点点 那么一段时间后呢 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当然我也要精进 我自己的化妆技巧 因为我想帮助更多 和曾经的我一样 觉得自己手残 不会打扮的妈咪们 能够活出亮丽的自我 所以我今天的打扮还可以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实现 小蓝树的梦想 顶峰相见 我是钻石大师婉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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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